人口结构老化的台湾 上有年迈父母要照顾 下有儿女要照料的三明治世代 压力往往与夫妻双方家庭环环相扣 而最新的八点党大戏 这一对好不容易买下新房子的夫妻 却面临到双方母亲无人照料的困境 虽说孝敬老人是第一顺位 但如何在夫妻 儿女 长辈间取得平衡 往往是难以解决的口言 让妈住到这儿来 夫妻好不容易买下新屋 却也因此背上房贷 新生活财政要开始 男主角和丽群 妈妈却突然脚踝扭伤 客客顺势动进小两口新家 想不到因此买下家庭战争到货线 文迪君没加班呢 妈 您这怎么了 丽群接我上这儿住 快 红烧肘子 新腾女儿刚成家就得服侍婆婆 女主角田文杰妈妈 索性跟着一起住进新家 双方母亲共起义屋 也让一场家庭战争就此引爆 小顺上一辈同时又得教育下一代 这三明治世代 面对亲情和经济双重考验 虽说孝敬老人是第一顺位 如何在夫妻儿女长辈间取得平衡 往往是难以解决的考验 这人老了想的事情就多 就算岁数再大 也会相互争宠 相互比较 谁得人疼爱 老人都是老小孩都得哄着 最新八点档如实呈现 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 渐行生活 在与父母同行的最后路程 再颠簸也得靠智慧 圆融解决 才不会让两家人 彼此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记者综合到